从我懂事以来 妈只有我 我也只有妈 我的妈妈是个传统的女人 我知道只要听她的总没错 虽然她很严厉 但我知道她是爱我的 我们很少聊天 但是她教会我要明辨是非 也教我要独立自主 她希望我有个比她更好的未来 可当我慢慢地长大 妈妈也渐渐地变老 我知道她是 默默在忍受着痛 她就是这样 从不会抱怨诉苦 只是她日渐衰弱的骨头 已经支撑不了她的骨气了 我知道 是时候 到我为她做些什么了 妈一直以来很抗拒药物 但我知道 身子是不会自己好起来的 就那么一次 我不听她的话 就因为我想让她过得更好 妈最终还是拿我没办法 我和她说 这个过程需要时间 急不来 但妈没有放弃 这也是我最欣赏她的一点 慢慢地 她的关节疼痛也开始缓解 也重新找回以前的活力 我们的关系也拉近了 从我懂事以来 妈只有我 我也只有妈 我知道她很爱我 我想让她知道 我也一样爱她 小伙子 不能 小伙子 不